王大使 我有这种觉悟 我要把封后奇门传承下去 本周一人漫画最新情报已经更新 主要内容还是陈金奎和王爷这边 看陈金奎在上一话的表现 这家伙真的是有些疯狂了 就他这样还想继承封后奇门 估计也是在妄想吧 其实在上一话之中 陈金奎的表现其实已经算是疯了 为了得到封后奇门已经不择手段了 要知道之前 王爷是给过他夺取封后奇门机会的 但是陈金奎也知道自己的实力 凭借正当手段 他根本就没机会战胜王爷 其实这也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说陈金奎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 战胜身为封后奇门的王爷 那么这个封后奇门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名头了 毕竟那可是人人追捧 引发了假身治乱的八奇迹 所以不管如何陈金奎都要得到他 而他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让封后奇门传承下去 不过这个陈金奎就算是说的再怎么冠冕堂皇 也掩饰不了他的私心太重的事实 为什么王爷不能传承封后奇门 非要他陈金奎来传承呢 难道就因为他是数字门的门长吗 感觉他这种姿势太高的心态 根本不能继承封后奇门 就和当初的武当山的那几位一样 所以王爷爆粗口骂这家伙 其实骂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而且王爷这也算是在救他吧 他知道凭借陈金奎的心态 是不肯继承封后奇门的 不过也说出了他们数字门 和八奇迹另外一门大罗洞关的恩怨 要知道当初为沙古鸡亭的 就有他们数字门的门长 当初的数字门的门长和古鸡亭战斗之后 不久就疯了 虽然说数字门也找人看过 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而在湖门长退下来之后 几位数字门门长的就是陈金奎的师傅 这一话之中提到了古鸡亭 看来这个篇章之中 最神秘的古鸡亭也要现身了 漫画周五正常更新 请大火拭目以待 以上内容纯属分析猜测 请大火里兴讨论切无较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